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真实存在的吗?它究竟是善是恶?一起来听 狐仙 通俗点说就是狐狸经 作为五大仙之一 被民间供奉的一种法力高强还可以化作人形的大仙 唐宋时期 狐仙被人设庙参拜已经十分流行 甚至还有无狐媚不成村的说法 狐宋林的智怪小说《聊斋之意》中的狐仙 则常常幻化为美貌女子 与凡人相恋的故事 但是狐仙也不都像狐宋林笔下的那么美丽可爱 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的来龙去脉 请听我一一道来 1981年 位于香港温沙大厦商场内的温沙皇宫大酒楼一直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 但最近这座商城却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 原来在温沙大厦商城的附近有一群别墅群叫虎豹别墅 别墅外的墙上有很多充满艺术气息的涂鸦 每天早上 工人们都会在这堵墙上抹画 保证画干净漂亮 有一天 工人小张突然看到墙上竟然多出来了几个狐狸头 他大失一惊 他天天来 昨天还没有看到这么多的狐狸头呢 今天怎么就出现了呢? 而这些狐狸的眼睛深邃黑暗 好像要把人吸进去似的 远远看去非常逼真 绝对不是一晚上就能够画成的东西 感到奇怪的同时 小张叫来了工友们一起观看这些狐狸头 但一众到来时 已不见任何狐狸头 墙上干干净净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工友们都说小张是不是看错了 纵使小张百般解释也没人信他 小张最终因为压力过大请了假 但也有细心的工友发现 这场闹剧发生的第二天 当地一个有名的道士就来到这堵墙边做了好些的法 还用黄纸贴在了墙边的一块石头上 就在墙上的狐狸头出现没几天 温莎公爵大厦里面一块装饰用的云石上 竟也出现了数个狐狸头的影子 这次前来围观的人可不少 这狐狸头的数目大约有七个 都清清楚楚地映在了云石上 当天 温莎大厦甚至因为前来参观 湖里云石的市民太多而被迫停业了一天 最后 还是保安用了一块布把这块云石遮起来 才让参观的市民少了些 诡异的事情则发生在云石被发现的一个月后 这天 位于香港温莎大厦内的温莎皇宫大酒楼 承办了一起满月酒 由于孩子父母都还算得上是个人物 所以前来参加这次酒席的人不少 但酒席办完的当天晚上 孩子的母亲就做了一个恐怖的梦 梦里母亲好像又回到了白天办酒席的温莎公爵大厦内部 只是这次没有到楼上的酒楼内 好像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 直接就把这位母亲吸到了一块遮着红布的东西边 这个母亲好奇地揭开了红布 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块画着栩栩如生的七只狐狸的云石 每只狐狸的眼睛都红红的 像是要滴出血一样 这个母亲大吃一惊 几乎想要夺路而逃 没想到这几只狐狸中最大的那只 直接就从石头上跳了出来 她的身体不断长大又长大 几乎要碰到这层楼的楼顶 母亲被吓得瘫倒在地 只见这只巨大的狐狸 用尖尖的爪子摁住这位吓坏了的母亲 吓到你们这些卑微的人类呀 竟敢不给我狐狸大仙敬酒 我要杀掉你们的孩子 我要咬死他 说完就朝这个母亲扑了过去 母亲被惊醒后 她赶紧叫醒身边的丈夫 把自己的梦境讲给她听 丈夫听了之后大吃一惊 因为丈夫也曾经去看过那个有名的狐狸云石 但她确信 前几天才从国外回来的妻子 是不知道这件事的 但她的梦中竟然就梦到了这块狐狸云石 夫妻俩越想越觉得可怕 两人干脆披上衣服 去儿童房里看自己的孩子 但此刻已经太迟了 母亲一进儿童房的门 就看到孩子已经是面色发青 没有了呼吸 她大声哭喊着 和丈夫急急忙忙把孩子送进了医院 医生说 孩子已经死去好几个小时了 而死因确实未知 除了这对可怜的父母以外 狐狸云石在温莎公爵大厦被发现后 温莎皇家大酒楼承办的 几乎所有的满月酒的孩子 都在短期内 因为某种不知名的原因去世了 而且孩子的父母 不论知不知道关于狐狸云石的事情 都曾经在梦中见到过一只 巨大无比的红眼狐狸 一时间各路媒体对这件事进行了深入而详细的报道 失去了孩子的父母们也义愤填膺地要求警局彻查此事 最后酒楼负责人请到了一位来自台湾的高人来 带走了那块奇特的云石 并在此处做了一场很大的法事 虽然如此 从此之后 香港人都不愿意在温莎皇家大酒楼办什么满月酒了 后来温莎公爵大厦甚至在楼上建了一个小型的儿童娱乐园 但并不对外开访 只有在夜间工作的保安才知道 此处绝对不是给活着的小孩玩耍的地方 因为几乎每晚 他们都可以听到从楼顶传来的阵阵孩童的笑声 现在还有说法称 当时被法师带走了的狐狸并没有死去 或者是被封印起来 而是放在了台湾阳明山上 和山上其他的狐狸们一起修行 这是一个神奇的故事 源自于村里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当这两位老人讲述这个故事 罕见地露出了忧伤的表情 缓缓地到来整个故事 在这两个老人小的时候 那时候村子的人烟非常稀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村子里搬来了一位老者 说是前来避难 就在过了不久 这老者就在村子里定居了下来 老者看着一只是六十多岁的样子 一双眼神清澈柔和 慈眉善目 看到谁都是微笑着 经常上山采药 看起来也通其黄 永远穿一身布衣 外加一双布鞋的装扮 无论东夏 老者一不见子女 二没有地 平日里也不种地 就在镇上给人算命 看风水维持生计 大家刚开始都是觉得 不过是混口饭吃 但是有天有人找他算命 他看了看那人首相 微微一笑把这人的生辰八字 身上有几块胎记都能说出来 这就惊呆了前来算命的人 这竟然一毫不差 旁边的人不敢信 便伸手上前叫着老者看 老者笑笑依然一字不差地 把在场所有人的生辰八字都说了出来 就连生平遭遇都能说得一清二楚 从此老者名声传遍十里八乡 大家都知道了 这里有这么一位奇人 日子过得平平淡淡 终于一天 有一农妇哭哭啼啼的 脸上写满了焦急与不安 刚一进茶馆 就对着老者扑通跪下 就开始磕头 求着老者救救自己的孩子 老者忙扶起让他坐下 开始询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这农妇的两个孩子在外边玩 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竟看到路中间有燃着两炷箱 一个倒扣的碗 前面有一些钱 两个孩子不知道这东西不能动 就捡了钱 还掀开了扣着的碗 捡了里边的东西都吃了 又偷偷拿那个钱去买东西吃 结果刚回到家 两人就开始浑身发烫 口吐白沫倒在床上 动弹不得了 这农妇到家一看这情况 才追问起来 知道孩子碰到了不该碰的东西 直接吓了一大跳 不知道怎么办 还是在邻居的提醒下 急忙跑到茶馆找这老者 老者一听急忙说道 那快些带路 如果不是厉害角色 话浮水就能驱散 赶到孩子家中 老者一看两个孩子并排躺着 全身抽搐 口吐白沫 农妇一看又急得不行 老者上前去 在孩子眉心抹了一下 一丝黑气 竟然在孩子头上冒了出来 老者一看见这股黑气 面色严肃了起来 马上命人去打凉碗水 老者便用手指在水中不断地画着 口中也念不停 最后掏出来一张符 烧在了碗中 老者说 让喂孩子喝下去 然后便不再说话 沉默着不知道在思考什么 农妇急忙小心翼翼地端着碗 喂给孩子喝下去 两孩子刚喝完躺下 就把水吐了出去 嘴里还发出了阴沉的笑容 老者一看脸色大变 愤怒地说道 这是非要要这两孩子的命吗 农妇一看这情形 又听到老者的话 直接跪下不断地磕头 大仙 求求你救救这两个孩子吧 求求你 老者看到不断磕头的农妇 低头沉默了一阵子 直到过了许久 老者终于又抬起了头 眼中又散发着光芒 看了看孩子 又看了看农妇 又露出了平日里的微笑 老朽也修行千百余年 一直未能看破这滚滚红尘 眷恋凡事 我这一生获得也够长了 当看破了 老者仰天长叹一番 农妇一听 这老者看起来也最多就六十岁一样 竟说自己修行千百年 顿时充满诧异和不解 老者并没有再理会农妇 转身盘腿坐下 对着孩子打出许多烦傲的手势 拍在孩子的身上 拿出了一个符贴在孩子身上 然后一手握住一个孩子 席地而坐 嘴里念着复杂的经文 这一念就是好几个小时 最后老者猛得一睁眼 大喝一声 破 孩子身上发出凄厉的惨叫 黑气随着退散了 这时的老者看起来像是更加苍老了一般 眼神不再清澈 脸上的皱纹更多了一样 勾搂着腰便要起身离开 农夫第二天带着孩子准备去老者家里感谢老者 刚进到老者家中 就发现屋子中没有发现老者的身影 在床上有只侧躺的狐狸 已经没有了生气 村子里为了纪念老者 给老者立了衣冠墓 并在村子里集资建了一座狐仙庙 农夫告诫两个孩子 你们要永远记住这份舍命的恩情 每年必须过来祭拜 十年后两个孩子也长大成人 有天上山路过一个道观 便进门参拜 看到旁边立着一年轻小道 正微笑着看着他们 这兄弟俩看到这小道 那清澈的眼神 发现竟如此熟悉 原来狐仙当时并没有死 只是因为多次泄露天机 又为这两个孩子逆天改命 修为透支 最后散尽了毕生功力 化为原形后 脱壳回深山重新修炼去了 短短几年便重化人形 入道修炼去了 这兄弟俩从此拜师学医问道 一生积德行善 世间又多了两位悬壶济世的大侠 最后垂垂垂老矣便回村养老 每日晒晒太阳养养花草 毫不惬意 如果总结起来 狐狐狐狐狸精的修炼一方面受到阴阳两界政府 甚至天庭的规范化管理 另一方面也有内心对伦理道德的自觉尊从 在修炼的进程中 他们比人类要付出多得多的艰辛 从这个意义上说 他们的修炼进程就像平民努力上进一样 充满了励志的正能量 所以清末的经学大师于悦说 由胡而先 譬如白乌中初公卿 方以为荣 何惠之有 宗上所述 归依正道 依寻正道 修炼德国的胡经通常称为胡仙 此为善 相反 西人精血以此修炼的 则称胡妖 此为恶 民间的传说 胡里也具有相当的智慧 也会行道家的土纳之术来修炼自己 有相当功力后 可以转变胡仙为人身 更能修成正果 列入仙斑 就称为胡仙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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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